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中国海南省26日 对11名毒贩公开宣判 并召集了大约300位民众来观看 其中还包括了许多中学生 总共8个人被判处死刑 有两名毒贩则被当场处决 然而有中学老师表示 这可以让学生对犯罪有所畏敬 现场拒绝了约300位民众 大人小孩都在围观欣赏 是有什么精彩的表演吗 哦不 既然是罪犯的新型画面 26日是国际禁毒日 根据中国法院网报道 海南省海口市法院在这天 公开审理了11名毒贩 现场更召集了包括中学生 在内的300位左右的民众 宣判大会上总共有8个毒贩被判处死刑 以及撕缓 也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另外有两名毒贩 财力群与黄正业 则是被判处急刑 依照贩卖毒品罪以及运输毒品罪 两人当场被押往刑场执法枪毙 由云隆中学的老师对此表示 这场毒品案宣判 目的是以案说法 教义广大 让学生观看 有助于强化禁毒教育 对犯罪有所敬畏 更呼吁民众能积极参与 这类的禁毒活动 新闻事实报 记者顺利山整理报道